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圓周運動 看民主就知道 就是要繞一個圓 手上一個繩子 板個石頭 轉圈圈 轉圈圈 繞來繞去 這個就叫做圓周運動 這樣叫圓周運動 但是我們在國中講解的時候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繞一個圓 它只要繞圈圈的 我們在國中講的時候 通通都叫做圓周運動 地球繞太陽的攻轉可以叫做橢圓形 可是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它叫做圓周運動 反正是會轉彎 轉彎也是圓周運動的一部分 所以這些呢 我們都當作圓周運動 又轉彎 當作圓周運動 圓周運動的一部分 站橢圓形也當作圓周運動 所以我們國中這樣處理 然後細節的東西都是高中運動在一起 都叫做圓周運動 這個就會製造一個向心力 你手拉著繩子 繩子把一個石頭斷圈圈的時候 你的手要是一個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所謂的向心力 向心力就是指向圓心 也就是說 向心力會隨時 隨意就指向圓心 向心力 隨時隨地都指向圓心 隨時隨地都指向圓心 OK 然後向心力 那因為我們前面交過牛頓二 所以我們知道有力就會有 加速度 所以有一個向心力就會有一個向心 加速度 因為向心力永遠都指向圓心 所以向心加速度也永遠都指向圓心 因為我們前面交過力跟加速度同方向 力跟加速度一組兩個同方向 所以因為有受向心力 所以就有一個向心加速度 因為向心力很指向圓心 所以向心加速度也很指向圓心 國中到此為止沒有計算 高中才會算 國中沒有 國中到此為止沒有計算 OK 那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向心力的原因 因為 向心力永遠都指向圓心 所以它隨時 隨時都跟切線垂直 也就是跟順時速度的運動方向垂直 那前面交過你了 前面交過你了 如果我的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那麼就是用來改變速度的方向 所以我現在的向心力指向圓心 向心加速度指向圓心 永遠都跟順時速度都跟切線垂直 所以這個向心加速度 是用來改變速度的方向 也就等於是你 衝出去抓回來 衝出去抓回來 如果兩個配合得剛剛好 它就變成一個圓 繞一個圓運動 所以我們的圓周運動 需要一個向心力 因為我需要它改變速度的方向 如果衝出去 拉回來 配合得剛剛好 它就會變成一個圓 叫做圓周運動 那麼怎麼樣才會配合得剛剛好 怎麼樣才會配合得剛剛好 好 我們剛剛講過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向心力 然後改變它的方向 配合得好 它就會變成一個圓 那怎樣就要配合得剛剛好 跟兩個因素有關 一個是跟半徑有關 一個是跟速度有關 你速度越快的 所需要的向心力就會越大 速度比較慢的需要向心力比較小 轉的彎半徑小的需要向心力大 半徑大的需要向心力小 所以 所以 來 轉彎的時候要你減速慢行 為什麼要減速慢行 因為減速慢行所需要的向心力比較小 你比較容易轉得過去 那如果轉不過去咧 我們基本上沒有跟你講 向心力太大會怎麼樣 可是等一下要告訴你向心力不足會怎麼樣 如果你要需要向心力轉彎 可是你向心力不夠 等一下要告訴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轉彎要減速慢行 為什麼那個像高速公路 他們做的彎道都很平滑 比較大的彎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轉過去 他如果要做個急彎 那就不容易轉過去 所以他會跟半徑有關 跟速度有關 國中也一樣 不牽扯任何形式的計算 只要有觀念就夠了 要算的事情 全部是高中生的事 高中生以後會讓你算 但是以後的事情 我們現在只要有觀念就好 所以 我們現在講 手上 拿著繩子 繞繞繞繞繞繞繞 這樣叫做圓周運動 重點 圓周運動一定需要一個向心力 為什麼 因為有向心力 有向心加速度 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會使它轉彎 配合得剛好就會變成一個圓 這個配合得剛好跟什麼音質有關 跟速度有關 跟半徑有關 速度越大的 半徑越小的 所需要的向心力就會越大 這是跟各位介紹 有關圓周運動的基本概念 OK